字幕組成員 好準備 開始了 累 就是累 因為其實我們的動作組 他們非常的專業 但最困難的應該是我們的場地 因為它是一個廢棄荒廢的地方 然後木地板它爛掉之後會那種翹起來啊 然後就整片木地板都這樣翹起來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很多扭打摔啊 那個地上推來推去 對 民眾哥也受傷啊 就是反正對他就難得過了 現在就是彈了一口氣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30秒一進到底 體力上也是一個考驗 因為機器是定位嘛 你知道在打鬥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真的去看我們的定位在哪 對 都是在混亂的情況之下去玩 還有另外一場就是在監獄裡面的一個小巷 地方很窄 然後人很多 然後地上又很滑 那時候其實我們也在超快速的情況之下拍完了 應該是落水的部分 對 因為 那天然我記得是24 25度吧 嗯 其實水溫24 25度的時候 嗯 在水底下很快就會失溫 然後我又會自由潛水 所以有一些技術上本來就還可以去達到 但即便是這樣子 在拍的時候還是很辛苦 因為你全身還是穿細服 導演的要求就很高 我在游泳的時候 他要 他我有一個很 非常非常狼狽 疲勞 但是又驚恐 你還一直被嚇到了魚 然後又瘋狂地往下游 所以那個游其實是 滿崩潰的 因為根本沒辦法游 我們等於用全身的力量在扭 你知道嗎 忘不了的是 塞冰塊那一場 因為他們準備的是假的冰塊道具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在現場拍攝的時候 其實有點擔心說 欸 我會不會因為這個是假的 所以沒有辦法做出那種 感受 因為那個其實我沒有感受過 因為平常也不會有人把冰塊倒進去 但結果很神奇的是 真的Action下去 冰塊倒進去 然後我的身上腺素 我的情緒全部都來的時候 我真的有真實地感受到 我的下體非常非常的痛 這是一個超級棒的一次拍攝體驗 我每天回家 我就是希望可以趕快睡飽 馬上到現場繼續來練 繼續想多一些很Man的去找我